這個是金貴 對 另外穿這個 橘色 藍色球衣的呢 這是國立體大的梁婷瑜還有紅藝體 對 好在女女組部分 這是女女組甲組雙打的冠軍戰 是 打到最後一天 連續進行了六天的賽事 今天進入到的是最後一天的比賽 女甲跟男甲雙打的冠軍 我們會在接下來為大家轉播 這是在全大運羽球的部分 熱身完畢之後呢 比賽即將要展開 所以在這個甲組部分的話 強度就會來得比較強了 再來就是 過去很多國際的賽事 我們有台灣的好手 過去也在全大運的表現 如果你能夠拿下冠軍的話 那在接下來有很多的國際賽事 包括你的水準 證明已經到那邊了 是 其實 我們現在目前國內的這種羽球的水準 確實我們在國際上 也是佔領非常重要的地位 當然就是 第一個當然 那小袋 他目前來說 這一週從明天開始 他又是世界第一 對 那在男申的彈打方面 這一點 我國有做天成 還有就是 王子維 甚至於喜仁豪 還有這一次我們拿到的這個冠軍的 藍彈冠軍的林佑淺 其實他們在國際上都有一定的相對的程度在裡面 沒錯 還有 在藍雙的這一方面來說 像我國的現在目前來說 有這個李楊 李澤輝 陳鴻嶺 王岐莉 還有甚至於盧敬堯 楊博涵 還有就是蘇一能 那個就是廖敏俊 跟這個蘇敬俊 所以我們目前來說 在這世界上的整體上的水準來說 我們是相當不錯的 是 對 但是可惜的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女雙的這一方面 我們稍微還是要再加強一點 那過去當然有這個女雙部分 他們是 是有陳真二人 陳溫馨 對 陳真二人組 對 他們也曾經直接叛領第一 沒錯 是 但是 這對於說 近期來是比較想要出現一些斷層 對 然後在第一雙的部分 我們也就還在尋找當中 是 其實 我們之前 目前現在所看到的 胡林芳 就是一個我們康號 胡林芳 是 這個是 剛剛是 國立體大的教練 王家民 其實 別是大的教練 其實兩個人來頭大 這個 年紀比較長的 就是2008 這個北京奧運的總教練 陳敬諺 陳總教練 那個 稍微比較胖胖的 也是2008的國家隊的教練 是 廖維哲 嗯 所以 雙方面來說 應該是 精銳進出的 嗯 嗯 啊 這個球 畫球的畫得不好 是 洪怡婷 可惜 應該是出界了 嗯 他一開始看到的是 北市大學 這邊取得0千 6比2 畫 也是出界 是 目前為止在 國立體大 三分的得分 都是對方出界 是 有 也是接畫球 但 胡林芳接畫球 掛網 這球 又出界 在6比1領先的時候 連續掉分 是 追到6比5 可惜 這球也出界 是 就是 應該這一個球 是打到了球派的排框 嗯 所以造成這個力道上 沒有辦法掌握得非常好 哎呀 可惜了 是 在往前有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但 就 也沒有掌握好 是 這個 這個可惜的就是 他剛剛往前的動作 拉拍的動作做太大 想要連續的攻擊 是 結果這個球 沒過 9比6 這個球 這個球 應該界內 對界內喔 是 胡林芳的 這個球的界內來說 我們也是另外一個風向上的解釋 就是 還有 順風 逆風 完了以後 還有撤風 撤風 就是我們從球場上的這種 那現在來說 撤風的角度 應該是我們畫面上的 右邊 往左邊吹 所以這個撤風 有時候就會影響到你的判斷 胡林芳剛那個球 可能就原初見 然後稍微又吹回來一點點 對 對 這次 沒哭 是 可惜 10比8 對 反而是他們的一個機會 其實守得還蠻漂亮的 但是這次的回球掛網 讓對方 北市大選呢先拿下第11分 11比8名先 是 好 請 收到家來 在山間見 神經有了 北市大選人 做地回了 火力 體驗 放大 地回 可以 好 三分差距 北施大雅對上國立體大雅的比賽 是 冠軍戰現在就看 三戰兩勝制 先拿下兩勝就可以獲得的今年全大雲雙打女子組部分的冠軍 是 因為目前來說是 這個北施大 武林方跟藏進會掌握的攻擊來得比較多 沒錯 而且節奏上也掌握得比較 但是最主要就是剛剛 對手得分的時候他們聯繫五個失誤球 讓對手稍微把比數給追近 沒錯 這個攻勢來得比較主動而積極 13比8 中間站停回來之後呢 我會連拿三分 是 14比8 往前的衝王 結果還是造成後場的處境 來 可惜 武林方這個球想走中路 但是沒有過往 是 好 最後還是攻下來了 是 是 拿下的十分 好球 這個球用的是頂上 沒有很重的力量 但是硬把這個手腕 把這個球扣下來的時候 讓這個時間距離更短一點 最後這邊也是一個成功的 防守之後再帶來分數 是 有一點後仰氣跳 所以這個球 張靜蕙這個球掌握的位置 掌握的時候還蠻好的 可惜 反手在那邊結果掛網 是 是 狐狸蕙這個動作做得太快了 他想要做一個 反手拍的對角分球 而且水球上網 但是他是一邊揮拍一邊忍跟向前 所以應該來說 是揮完拍以後忍才向前 所以他剛剛的動作 水球上網的動作做得太快了 是 所以其實這也是他自己想要 這個水球跟上網 這個觀念是非常好的 但是整個來說 做得應該來說是 整個 手跟這個身體的動作 沒有做到完全的魂位 張靜蕙的發球失誤 這邊也會進一個發球失誤 這次出界 出界囉 18比13 問題大的廖田雲還有洪怡婷 能夠把差距縮小 所以這個球的事物來說 對這個 亮天宜跟洪怡婷來說 手這個上就比較重 因為 在整個六分上的差距 跟這個 四分上的差距 那在追趕來說就五分 而且是越來越比賽 接近這個寂寞點 寂寞點出現 20比14 可惜 連續蹲著打 但是第二次這邊沒過 是 胡靈方這個連續蹲打 其實這個觀念也算是非常好 因為蹲打的時候 你在水球上網 而且回球 球是 球派成直線的壓迫 所以其實會來得比較好 好拿下的第21分 在第一局的比賽 是由北市大學率先搶下 1比0戰時領先 國力體大 4! 4! 4!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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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聯繫 發生失誤 還是胡林晃的攻擊角度來的比較好 當然就是由來他確實是身高來說 是比較佔了一點優勢 張晶慧這三拍 打得很兇猛 是 而且我們看張晶慧這三拍 是他有位置上的改變 而且讓對手的防守就會出現 他有一點受到他攻擊力道 會有一點壓住他派制的作用 所以出派回來的比較慢 聯繫來北施大學這邊的進攻 讓國立體大接球的失誤率比較高 而且確實是晶慧跟胡林晃 用掌握的攻擊來的比較多 而且這個就是戰術上的應用 目前來說他們應用的是比較好一點 就調到那邊角落也調得還蠻準的 是 打下第四分 4比1 這個球 回球就掛網 自己相當懊惱 是 這個球 角度上是完全是不對的 對 嗯 這個應該來說是 手腕動作用得比較快 太快 哇 這滿驚險的 原本感覺要掉分了 結果救回來 這個 張靜慧的攻擊 他的球指確實是稍微比較重了一點 6比2 哇 又被壓住 在洪怡婷來說 他剛剛這個蹲的動作沒有做到位 所以在被對手壓迫的時候 他的回球的質量就不好 可惜了 是 清了 基本上這連續的攻擊已經掌握到對方的位置 是 想要放一個短的 但是沒過 這球在前面的已經會籃得滿漂亮的 是 這球在中間的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主要的就是在 在 梁亦廷跟 這個 洪亦廷來說 梁亦廷跟洪亦廷來說 梁亦廷跟洪亦廷來說 他們的分球的位置沒有分到位 就是很容易造成 這個 張靜蕙跟湖亦廷他們聯繫攻擊的機會 所以 他們現在來說 目前是比較要 去克服的這個問題 張靜蕙 對角的切球 感覺起來 國立卡這邊打的 比較有點悶 是 看這一份能不能夠讓他們 打起精神 是 花球的質量不好 有一點過往的高度 稍微高了一點 好 哇 哇 這一個球拍數來得多囉 嗯 哇 最後還是靠著 張靜蕙 正面的殺球 拿下第十一分 是 在第二局的比賽 目前是取得 七分領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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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來, 20點 夸來,夸來,夸去 第二局的比賽目前為止是十一比四 這是在公愛組女子雙打冠軍賽 來自北市大學張靜蕙還有胡靈芳 目前取得七分領先 已經是取得一比零了 如果這場比賽這局能夠再拿下的話 將會以二比零搶下在這次女甲部分雙打的冠軍 佔寧回來 七分差 這次自己在後面會被球掛網 一毀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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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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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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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網子,最後還爬過去,沒辦法 後場出界 是 12比6 好球,這個球兩個人都救得相當的好 打在兩個人的中間 是 這個球應該算是 國立體大這邊龍天瑜跟洪毅廷打最漂亮的一球 其實剛剛對角的那個往前混球 其實混得非常好 所以牽動的這個 郭林荒跟張建衛兩個人都不滑 而且位置被調動開的 所以這個球就是打得非常好 可惜 剛剛又是發球 也成了問題 發球失誤,再給對方一分 是 自己這個比較不應該的失誤 是 非常懊惱 其實這樣的失誤都還挺有可言 多少都帶有一點運氣 因為他打的位置來說 就是剛好在我們網子上面的白色袋子 這個地方 位置在7分左右的差距 是 15比8 對 當然 以胡令方跟張建衛這種差距來說 目前來說是相當安全的 這球出界 還是出界 對 要追 感覺比較困難一些 是 16比8 是 哇 沒過 這一發球 有出現問題 是 其實 整體上今天 洪毅庭跟 這個 洪庭宇跟這個 梁庭宇跟洪毅庭來說 他們的戰術沒有做到 為 他們最主要的就是 讓這個 張建衛跟這個 胡令方有太多太好的攻擊機會 是 所以他們在往前上的這種手法 在平推的過渡當中 其實兩個人沒有做得很好 但是 其實不能怪他們 其實兩個人 原來其實是 單打的選手 哦 嗯 所以要 轉型配合 雙打的話 是 要做很多調整 所以 默契上還有就是整個 儀位上的調整 是 當然就不能跟這個 胡令方跟張建衛兩個人來相比 沒錯 因為這裡 他們兩個人 當然是 隸屬於不同的球團 但是 他們畢竟都是還是 這個 雙打選手出身的 所以當然 默契走位 他們回來的比較好 是 其實 這個 我們當然不能苛求說 梁庭宇跟洪毅庭 他們這一場球沒有打好 其實 這個是最主要他們的 這個應該來說 這一場球 算是最大的 致命的地方 而且 兩個 單打的選手 能夠打到這個 冠亞競賽來說 我們來說 誠實也 非常不容易 也不簡單 也不容易的啦 哇 還是掛王 不過現在 北西大雪呢 才差兩分 就可以拿下 在公開組 是雙打的冠軍 對 是 回球出現 是 對角的分球 但是角度稍微大了一點 走 走 又出現 是 連追三分回來 来吧 這個球好玩的 他們又可以把速度放慢掉了 這邊 是 他們認為是 張靜蕙應該認為是出界的 是 但是裁判這邊 裁判老師應該是給在界內 是 他們在戰術上的調整就是 刻意讓張靜蕙在後場上 讓你都在那邊殺球 也想要說 藉著這個時候 先把你的體力做一點消耗 這次又出界 還是 這次又出界 連追了五分 是 他們現在刻意來說 不跟這個張靜蕙跟胡林煌 做 往前中前場的平推檔的這樣的戰術上的調整 就是要不讓後面這樣攻 但是 就是讓前場的人不要去碰到球 剛剛張靜蕙又是一個攻擊掛網 連追六分回來 是 19比16 縮小到三分差距而已 是 這球又出界 還是出界 哇 這一波 追上來了 追上來了 現在就要考驗一下 這種比賽當中 所碰到的一個大亂流 是 選手怎麼樣穩定下來 這幾分來說當然 都是這個 胡林煌跟張靜蕙自己的事物 他們可以把球跳高 就是讓你一直攻 等你的事物 是 終於 胡林煌這個球 他前面後面跑來跑去的 是 這一個人終於拿下了這一分 20比17 是 這樣比賽的Match Point出現 是 刻意的 就是 就是靠一直攻擊你 反正我看你怎麼會守 怎麼能守 是 轉體回來發球 Match Point出現 這個球在界內 沒問題 是 繼續往後面掉 這個球最後是出界 其實對於國立體代來講 滿可惜的 是 追到最後20比18 這個Match Point還是沒有手下 最後是21比18 我們要恭喜北市大學的張靜蕙 還有胡林芳搶下了在公開組 女子雙打的冠軍賽 還有胡林芳搶下了在公開組